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都要辞掉党主席 可是最新的消息显示 朱立元要继续做党主席 那么吴敦已经布局全台湾了 而且要改造台湾 改造不是台湾 改造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那话声才说 朱立元这一招是不是暗杠三个人呢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扑朔迷移的这个剧警 都我们要请教 特别是像我们石秋以前在国民党 看看这个宫廷大戏 要怎么演下去 而且今天我们四方 就是前国高中市副市长 朱立方 他会带来就是左南眷区 对于这次换柱的一个心情的告白 好 这内容精彩 都我们会好好的 依跟观众朋友来讲 可是我们回到现实面 今天还是要谈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日月光跟细品 日月光在高雄排放污水 那么这个空气很糟糕 而且他喜欢用所谓的临时工 或者是外劳 那么甚至正式员工 要去应征的时候 他会说对不起你不能用 然后因为他应征三次 这约不到台湾的台积工人的时候 他就可以引进外劳 压低成本 他的这个董监事酬劳 领的是台积电的八倍多 可是他员工薪水 却不如台积电 那么我要问一件事情 公股们 现在公股出席不投票 细品争知难 我要问一件事情 姐妹以前在资本市场 那么我们被要求说 我们因为我们是投信 投信买了这个就是公司的股票 那么老板都会跟我说一句话说 一定要支持 按照一般的规矩 我们就要支持公司派的看法 我们不跟市场派就是挂钩 那我请问一下 严犹在耳公股出席为什么不投票 你为什么不支持这个市场派 难道你拿到日月光的好处吗 我严重怀疑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投票 尤其是像台银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讨论 是因为台银放了很多钱给日月光吗 还是什么原因 今天我们要说一句话是 细品可是全台湾第三大封装公司 红海跟细品会切入到高端的 指纹的这个辨识器 而指纹的辨识器是台湾未来要竞争在全球 非常重要的业业结盟 为什么公股出席不投票 我再问一次 为什么台银这些公股 你买了细品的股票 细品要增资 为了发展未来新的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技术 台湾不是缺乏投资吗 红海愿意增加两成的股权给细品 让细品发展最新科技 打击日月光这个排放废水的公司 为什么公股出席不投票 观众朋友啊 我们真的要为国家问一件事情 到底台湾的正义在什么地方 讲到正义这些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补充保费 好调高 那股民又来小确幸 我要问一件事情 补充保费合不合理 我们要问一下三位候选 对补充保费的看法是如何 为什么我的股票拿到股息 大家知道台湾股票是这样 你拿股息不是拿就走 你拿股息 比如说拿了一块 股票就要跌一块 就是说你股息拿走之后呢 股票就要相对跌掉你股息的全值 意思说你虽然看到现金到口袋了 但是对不起 股票市场就把你的现金给扣掉了 那么还是股民的小确幸 我问观众朋友一件事 如果股票市场不好 蔡英文主席说要搞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轻壮投资 那我请问一下 轻壮投资创投不投资 股票市场不好怎么搞 小确幸 这种话你讲得出来吗 我再问一下金管会 小确幸你讲得出来吗 好当然我们讲完这边 我要问一件事情 马英九在这双十国庆 讲说我们对年轻人补助很多 育婴价来看一下 如果在台湾功脱颈不济 保母请不起 我不敢生小孩 那我请问一下 国民党你要不要跟马英九切割 不切割台湾没小孩 为了怎么办 好不止如此 我们继续来看 教育部喜欢搞克刚 你喜欢搞克刚 你家的事我不管 你怎么会在国防教育影片 播放中国大阅兵呢 什么时候台湾已经变中国了 我问一下教育部 这是哪一招 你告诉我这是哪一招 是连战那一招吗 好我们继续谈到 我们今天主要话题 废宏拱猪 当废宏这个字的时候 我不知道红秀柱的心情是如何 拱猪是怎样 猪羊变色吗 扮猪吃老虎吗 国民党两路并竟要拼连署 好这里面有很多内容 当然这时候我们的这个猪猪姐 花木兰做不成了变成岳飞 岳飞甚至莫须有 好了不止如此 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来讨论 到底废宏拱猪里面 背后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还有各党对于废宏 这个拱猪有什么样的想法 当然文雄委员也一定会讲 这个宋楚瑜就说了 今天民主机制在这国民党里面 已经看不到了 好了这是怎么说呢 等我们请教一下文雄委员 怎么转述这个宋楚瑜主席的看法 好另外一部分就是 到底你应该是不是该请职 根据最新的迷要 百分之六十七的这个老百姓认为说 民众认为朱对不起 你要选总统 你就应该要辞掉这个新北市 但是为了几席立法委员 辞掉新北市合理吗 时之余啊 时之余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蔡英文 你千万要当心朱立伦 蔡英文哦 你真的要当心朱立伦 好了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因为这个朱立伦很厉害啊 他把很多人都干掉了 我们今天会讨论一件事情 到底背后逆心是什么呢 好继续往下看了 好了这个是重点了来 好朱身段柔柔软了 所以红伴呢就应该不会僵着 可是下面关键这个地方 游西关领军要盯朱的市政 会不会党主席也干不好 新北市长也做不好 搞不好三叔耶 这次国民党大选 会不会全面的溃败呢 好了游西关已经开始要领军了 游西关说我不是千岁啊 我是有这个愤亲 好不论怎么样 可是最经典的内容 在这边观众朋友们来看这个事情 奇怪了今天自由时报 竟然出了一篇文章 请留意 请导播帮我留意这个日期 叫做2017年 为什么是2017年 2016年选完 也许我们蔡英文女士就有机会 担任了中国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为什么美国智库要特别讲 中国2017年若清台 要派二分之三的 三分之二的战机来对付 可是这篇文章非常吊诡事情是什么 他说中国第四代战机 700架 可是美国要派出 2250架的战机 难道美国飞机比不过中国飞机吗 但是这么吊诡的文章 为什么出来 好像说 是不是将来民党执政 中国就要清台呢 怎么有这种文章出来 我们再去看 寇寇姐在她脸书上面说 朱玉仁现在要到美国去接受口试 这篇文章就是 朱玉仁决定要当 要选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就有这篇文章了 怎么样 美国是要介入吗 好 另外一部分就是 蔡振元说 对不起 这个你小英说 你要这个TPP要加入 她说那你要不要解决太阳朱的问题 因为民党在过去 对于朱的问题是 这个立场很坚定 那TPP 你这朱问题怎么解决 好像一个反扑的势力 开始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这篇文章 来来来 再看一下 蔡英文 你要小心 朱立伦是很厉害的 来看看这篇文章 是不是开始 美国已经要表态呢 这些问题都我们要 一一来请教我们来宾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 最新的VCR 关键零件用3D练义的脚踏车 栩栩如生 马总统忍不住伸手触摸 表情似乎写着 佩服台湾光电科技 日新月异 讽刺的是 党内总统提迷人 恐怕也要在林全会 上演旧人换新人戏码 换驻菜式 四天后底定 朱立伦接棒大局 即将摊牌 总统 有人说你再下指导棋 连头也不回 但平民媒体爆料 马总统上周 向朱立伦下指导棋 希望立法院长王金平 不能选总统 而朱立伦出马 承担灭住重责后 让副手吴敦义 接下党机器 任党主席 摆明了党王挺吾 总统 我们有没有要接党主席 马总统 我们下指导棋 风从哪里来啊 吴敦义选后 问顶党主席宝座 还没明朗化 王金平列不分 去第一名的位置 也尚未尘埃落定 现在传出 勇王和勇吾的本土派人马 要走自己的路 干脆才消极态度 在大局未定前 全面代工 不替任何总统 提名人辅选 前几期间 姚姻满天辉 我们也不会 太过去在意 我们看结果 不要看过程 朱王心结还没解开 庭王派能否全力辅选朱立伦 国民党临时全代会 党内天王的唯妙互动 更替这场关键会议 增添可看性 记者中午导 好我们来介绍我们来宾 资深的政治评论员 胡忠信 中心大哥你好 讲一句话 汉三义和岳家军兰 我站在岳会这一边 好我们这个中心大哥 站在住的一边 资深媒体人王世奇 世青你好 建源好大家好 另外是浅高雄市副市长 刘世芳 世芳你好 大家午安大家好 地方人是对于 就是患住的事情 看法如何 非常分歧 但是大家很愤怒的蛮多的 愤怒的比较多 好另外是亲民党副市长 刘文雄雄你好 大家好 另外是前北市议员 也是前联政委员 准备参选信义区的立法委员 杨石秋 石秋你好 杰明大家平安喜乐 好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正义的天使 亲住团 这个团助讲员 毛嘉庆 嘉庆你好 杰明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正义的一方就是指的就是要打击 反正我们就是赞助自己的地位就好了 打击魔鬼 打击魔鬼 他不敢讲这句话 那魔鬼是谁呢 好我们今天关键的焦点在这边 今天一周刊 讲了一篇关键的内容 我要请教石琪 来这是整个内容里面 其实有一段话 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呢 更有人爆料 朱曾经向王表示 他先后四次 向马英九总统表达 希望由王出马 替国民党打2016这一战 但挺王的阵营经过反复查证 发现到朱只找过马英九两次 不是四次哦 是两次 而且这两次内容是什么 谈的内容都是像马保证 只要他担任党主席的一天 就不会破坏制度修改 不分区提名规则 让王从法立法院 今天爆出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最近在讨论 就是朱立伦的诚信问题 这个文章很凶嘛 我觉得朱立伦要讲清楚哦 他总共说过 他有四次跟马英九说 他要派王 要这个应征这个王金平 征召王金平去担任总统候选人 结果他去总统府只有去两次 而且都不是要保证 就是要让王金平去选总统 反而是让他绝对不做不分局 哇一周刊讲这个事情 朱立伦要不要告一周刊 要不要告一周刊 对啊 因为这样子太可怕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凸显出 国民党的这些投人们 私底下面的各种心结 也就是造成了国民党今天 不断的要高喊团结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投人们 并没有团结 就比如说朱立伦 他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 他也不断的穿梭在这些人当中 那对于王金平来说 他其实最好的路 当然就是选总统 但是他知道 不管旁边的人 就算朱立伦这些人是百分之百的力挺 他还是过不了马这一关 所以我倒觉得说 王金平需不需要对朱立伦 有这么大的情绪 倒是也不太需要 为什么 因为真正卡住他的不是朱立伦 是马英九啊 因为当初王金平自己就已经说过了 那个人啊 他为什么不领表 是因为那个人的因素并没有消失 所以我觉得王金平 今天没有办法选总统 这个他应该要确认 他的主要敌人是谁 然后才有次要敌人的问题 那至于说朱立伦 会不会挡住他的不分区的路 我觉得王金平倒是不太用在意这一点 为什么我会觉得王金平不用在意 是因为王金平是少数有政治实力的人 政治不是温良攻减让 政治要讲力量 所以你必须要有派系 你后面要有一群人可以挺 那王金平有没有 王金平有 王金平有王系立伟 就当所谓的王系立伟 本土派立伟 在党内给你扯后腿的时候 对朱立伦来说 对朱立伦来说是不是伤 当然是伤 所以朱立伦需不需要给王金平一些交换 势必要给交换 所以其实昨天封传媒写的那一篇 也就是说朱吾王这些人都已经在马英九的首肯之下 分别敲好的位置 我听到的消息是说这篇报导其实是有确切的消息来源 也就是说这几个人真的大致上面的分工也就是如此 一个是看1月16号之后的党主席 一个是去选总统 一个就是不分区的第一名 那这样子的布局其实我也认为 这会比较符合国民党现在的思考的方向 也就是王金平没办法 他有实力 而且你也很难说王金平这个 这么常历练的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都不给他 更何况你朱立伦如果在国民党的临时全代会上场的话 其实那个上场的正当性是有很大的疑问的 也就是说你也不用缴700万 人家洪秀柱还缴过700万 人家有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初选 你朱立伦有没有经过出去 你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黄袍加深 因为提案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上场了 就正当性上面来说 其实是会被打折扣的 那既然你硬要这个位置 你的正当性不足哦 可是你硬要这个位置 那你觉得党内的人不会扯你后腿吗 所以你势必要给一些安抚嘛 所以你这些人也势必要摆上一个 可以说得过去的位置嘛 那所以王金平什么位置 不分区第一名 那吴敦义呢每天在下乡 他有没有企图 他有企图啊 那所以什么位置呢 可能是明年的党主席 所以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周刊的报导的 这个大致上的内容其实不太一样 我听到的消息也就是说 其实是桥好了的 而国民党的文化是什么 国民党的文化是桥的文化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国民党 没有经过一个私底下的台面下的这个互相的沟通交换的话 你觉得他今天会他今天会能够顺利吗 不可能顺利 所以国民党势必是经过一个私底下案盘交换的结果之后 才会让这个党走的平顺 所以我比较认为昨天大家分配好那个位置的报导其实是可信度比较高 好 瞧好了吗 到底瞧什么事情 怎么瞧 是谁跟谁瞧 是这个朱立仁到了这个王金平的官邸跟王金平瞧 还是朱立仁 王金平 吴敦义跑去总统府瞧 还是吴敦义跟朱立仁在他的官府官邸瞧 到底怎么瞧 我都问一下石丘委员 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真的被证实王金平可以被瞧好吗 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到来请问了 还有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 四次变两次 两次根本就不是谈要让王金平去选总统 我们都甚至怀疑一件事情 马真的有卡王吗 马说了两次他没卡王 那么马卡王的讯息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朱立仁说他要选总统 要选党主席 可是当他选党主席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当然就是为了总统候选铺路 可是请问一下当朱立仁去年担任党主席之后 请问一下他有为总统候选人铺路吗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是国民党在今年四月份的民调 这是国民党内部做的四月份 我想观众朋友印象吧 当时本节目有秀出这样的一个资料 就是国民党四月份内部民调 当时王金平跟蔡英文只差2.5个百分点 而且重点是其实朱立仁当时是输给了王金平 也就是说如果就民调认民调的话 当时最适合代表中国国民党选总统人 是王金平 那么朱立仁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 他没有所作为 后来被洪秀柱逼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 所以我都要请教石秋 这里面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我们见不得光的肮脏事 而且跟陈信事有关的 到底马英九真的在王金平要选中的 是有没有卡王这些事情 而且王金平自己也说过一句话说 我没有去领表原因跟马英九没有关 是因为他们家里妈妈 他太太还有两个女儿 投了三个反对票 他儿子投赞成票 所以三比一 他觉得他不需要去领表 为什么不领表的原因是很单纯 他太太说了一句话说 我为你 你为这个国家已经服务四十年了 你还需要被国民党糟蹋吗 所以不征召的是朱立仁 再说一句 不征召的是朱立仁 今天我要补充一下 对 第一个阶段 其实马有没有卡王 马真的有卡王 但是第二个阶段 不断的释放出党内的什么 民调的讯息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第二阶段 是朱立仁的布局 朱让洪出来 其实某种程度也就是卡了王 所以朱有没有在卡王 这件事情上面扮演角色 当然扮演角色 还有30秒给我一下 还有就是说 当朱立仁在当党主席 已经把党内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 其实很多市面上面的民调 王金平的民调是胜过朱立仁的 没错 而且一开始是这样子 所以越来越精彩 我们等我问一下 到底这背后是朱立仁 从头到尾就想选总统吗 所有过程都是他卡任何人吗 这些问题等我们 在澄清市国民党 也分之了解国民党 宫廷文化的持久委员 等我们直接请教他 这些背后是不是代表着朱立仁的算计 我们进口广告 杰明 我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凡走过必留下 是的 凡错过也一定会留下记录 其实我们根本不要去了解 到底他们私下做了些什么 也不要去知道 他们到底暗示你谈了些什么 你只要把从7月19号 到今天的10月17号之前 所有的电视 你再温习一遍 朱立仁 国民党 几乎都没有明天 以前Richard Nixon 在1972年水门案 1974年8月9号 美国立场第一个被 因为要弹劾而下台的总统 美国政坛给他一个绰号 叫狡猾的敌客 军伦从此有一个绰号了 不诚信的利润 滑头的利润 狡猾的利润 以后 他跟蔡英文 跟宋楚瑜在做辩论的时候 人家找我问你一句话 你讲的是真的海家的 对 因为你讲过多少遍 26次要台北新北市坐满 坐完坐满 说6次不选总统 对 你说你要站在台湾人民这一边 宋主席也好 蔡主席也好 你讲的是真的海家的 你曾经亲自把你曾经拉的手 高海要动算的 团结挺住 迈向胜利成功的 你转眼之间一刀挥向他 那种残酷 那种人血 你对自己的童子尚且如此 你对电视机前的老百姓 你又会如何 我觉得今天台湾老百姓 什么都不用看 你就从7月19号 看完之后再看 10月17号未来将上演的 我想洪秀柱 看完之后 他所有支持者都泪流满面 同样的一批党代表 同样的国父纪念馆 同样的主席朱立伦 同样的总统马英九 同样后面挂的照片 是总理孙中山先生 7月19号大家用鼓掌 挺住 同样的一批人 同样的场景 同样鼓掌 变得换住 7月19号的八个字叫做 团结挺住 胜利成功 换一个字之后 10月17号被团结换住 胜利成功 哪一个党员不神经错乱 我在这个政党待了40年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丑陋 这么冷血的党主席 今天我跟各位坦白地讲 毁掉的绝对不是洪秀柱 毁掉的朱立伦 毁掉是国民党 洪秀柱如果代表国民党参选 可能选票会比朱立伦少一点 因为他没有党产的资源 可能立委会少得几席 因为他没有党产的资源 我相信朱立伦因为有党产的益助 他可以在这样选战当中 可能比朱立伦 比洪秀柱多一些票数 立委会多几席 但是你摧毁这个制度的时候 这个国家 你想想看有129万的手头组 他选择这个政党 他可以喜欢民进党 可以讨厌民进党 他可以喜欢国民党 他可以讨厌国民党 可是当他发现 他看不起你这个政党的时候 你就没有未来了 今天国民党是被他看不起 他不能喜欢讨厌的问题 因为他看到你亲自 能够假惺惺的告诉大家 我们推出最好的候选人 不过三个月时间 丢到垃圾回送桶区之后 所有你印了几千万文宣 现在在立法院还看得到 全部在回收场了 你叫这些年轻人 这129万 他本来可以支持民进党 支持国民党 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他现在根本不是支持 或不支持的问题 他是看不起这个政党 这个政党对他自己的总统参选 如此的残忍 你想想看 洪秀柱如果在7月 10月17号他到国民党 他告诉那些同志 90天前 你不用掌声 让我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 90千天前 同样的国父纪念馆 同样坐在台下的马总统 同样坐在台下的朱立伦主席 一个站在我左手边 一个站在我右手边 高呼 拿着我的手高呼 动算 有你这样的主席 洪秀柱会讲一句话 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朱立伦毁掉的 表面上是洪秀柱的未来 实际上摧毁他自己的明天 谁相信你这个人 每一次证件广告看板里面 他拉着如果是中南部的 张三立伟高呼动算 旁边就放一张 他拉着红秀柱的照片 这个人到哪里去了 他每一场证件告诉你说 我要做台湾的什么守护者 我要为台湾人民争取权益 下面只要民进党一段话 你相信这个人吗 哎呦 他对自己的同志 而且是他自己亲自 按照他的规则 所定出来的总统的提名人 然后在七月十九号经过党代表通过 然后到九月三十号 在所有台上面前还唱高唱 爱拼家爱阳 而在九月三十号之前 他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 准备换柱的行动 这种人没有诚信 对自己的同志没有诚信 对你们这些人民会有诚信吗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你不要认为这场选战 你或许换掉了红秀柱 但是你真的换掉了是你的人格 还有换掉你的未来 我觉得表面上我们看到红秀柱输掉了 但是有一天有人会怀念红秀柱 但大多数人会唾弃朱立伦 所以我觉得很遗憾的 一个曾经可能是国民党 未来的Rising Star天王巨星 不过半年的时间 转眼之间 陨落到现在 几乎我相信 不要是我今天 已经是个五党级的立委参写人 多少国民党 在看到这一幕悲剧 真的是痛心疾手 真的是感觉到 我们政党合成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另外一个 你想想看 10月5号 也不过去9月30号 只不过五天 马英九这个大小马英 我常常说朱立伦小马英九 前任党主席碰到 红秀柱讲的那两句话 你想红秀柱多难过 红秀柱站在门口 说总统我等你好久了 他第一句话说 我佩服你的勇气 第二句话当场就打他耳光 我尊重党中央 你为什么不像 你的夫人扣扣扫一样 抱他一下 一句话不要讲 没错 超级不严重 冷酷 冷血 冷血 而且政党都还没换掉他 他就说出一句话 谢谢你尊重党的支持 嘉庆 我要叫小毛哥 小毛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对筑姐来讲 我们现在是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人 到此刻依然都没有变 这是一个进行中的事实 外界有很多的打击或是谩骂善效 这从筑姐领表到现在 没有一天有少过 当然有的这个来源 也不尽然是对手阵营 有党内可能有一些在布局的 这些状况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听到 跟看到很多状况 不过我们还是要讲回来 有一点最重要的是 上个星期 党中央的中常会的决议 是本周六 10月17号要召开一个林权会 他的主题叫团结胜选 其他似乎是wide open 没有设定题目 叫团结胜选 那真正的团结胜选是什么 真正的团结胜选就是 如何党中央 在他的提名人洪秀柱 身上去多努力 大家全体动员 像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党中央到全各县市 包括李岛 所有党部 大家将士用命 你好好调度 一心一意的把这场选举打赢 这才是你国民党提名 总统候选人的目的 对啊 那朱主席他是一个 我们相信他绝对是 有智慧跟有他的个人魅力 才能担任新北市长 也才能担任国民党的主席 很多人对他抱于众望 没有人希望看到 做出轻痛愁快的结果 如果朱主席 他可以思考一点 成功跟团结胜选的前提 是党要完整去应对一场 本来就已经很不好打的仗了 像刚才杰明哥有提到 说四月的时候 做的民调就是 党内各天王 对上蔡英文的那个民调 没有一个赢 那似乎那时候您那个数据 就是王院长输给蔡主席 2.5%的那个状态 是最少的 那时候传出这个新闻的时候 里面根本连洪秀柱的影子都没有吧 对那时候还没有洪秀柱 对那时候也还没有开放领表 领表前在评估说诸吾王 三大天王 哪一个胜算最大 然后做民调 是这个状况的 可是后来领表之后呢 那张表格很轻的 那张表格就这么轻 一张一四纸 对可是沉重到 这些男性天王 没有一个人去领 最后是洪秀柱先领 然后杨署长 杨智良署长再去领 洪秀柱后来经过联署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说 要做民调 要做房砖民调 大家如果把时间 倒回到半年前 去找那时候的新闻 光他要做这个房砖民调 那时候就已经被抨击得很厉害了 没错 因为他这个房砖民调 那时候本来 党中央是有一个前提的 这个房砖民调 还要再把这梅林表的 三大天王放进去 也就是说已经走到联署 走完了 然后党中央又有一个声音出来说 那是不是把三大天王 再放进去一起民调 党中央 赢的再出来做征召 那时候就是说你 洪秀柱走到联署已经完备 只有他一个人 六万多份联署完备之后 还有这种声音出来 然后被批评 所以后来改口说 那就做他个人 但是你要过30% 那时候很多人就说 这30%就是过不了了 那后来不管说 你要用什么比例去调 对比或是个人支持的 这个东西 不管你比例怎么调 最后结果出来是 洪秀柱全过 而且是高空飞过 46.3 那时候对46点多的 这个民调支持度过去 然后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浮选有没有积极展开 答案是没有 答案清楚了 连慈离师传出李四川的七亿 都没有给你们红秀柱 所以我要问一件事情 到底谁是朱立仁 朱立仁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有诚信吗 文学文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非常惊爆的消息 我也想听听你看法 这是我们说的 对 先打个岔 我们等会要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我想请问一下观众朋友 等会有在广告之后接听电话 朱立仁暗藏政治算计 会不会赔上国民党的2016年呢 是不是2016年之后反而 红秀柱下来 朱立仁加速国民党的劣解呢 通过往接听观众的电话 回家问我 我现在越来越搞不清楚 尤其是那天领表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表呢 王近平有看到 就是那薄薄的一张纸 但是也很沉重 因为他在家里面呢 跟家人讨论到凌晨两点 就是到底要不要去参与这次初选 可是问题出来 我们知道在中国国民党 党主席是有征召的权利哦 你既然有征召权利 而且都说了四次以上 要征王金平担任总统候选人 为什么演这一招 我们来看一下 朱立仁如果支持王金平选总统的话 为何不启动党主席的征召制度 这是第一眼 那么如果王金平真的 如果马英九真的主要 王金平选总统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现在看起来 他说了两次 我没有卡王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相信马英九 所以还蛮有说的事情都是假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连续说两次 在周开王 在一周刊 在很多杂志里面 都说我没有卡王啊 意思是我没有卡王选中 到底谁在撒谎 另外一件事情 洪秀柱出现之后 那时候就因为洪秀柱 让王金平跟蔡英文 反而差了十个百分点 所以我要说一句话是 如果今天朱立伦没有搞这一招戏的话 那么王金平跟蔡英文的这个差别 只有2.5 把洪秀柱里拿出来的时候 王金平就差了蔡英文十个百分点 因为他也被抹黑了 到底这个背后的淫污者是谁 根据文雄委员 你长期观察国民党 稍后广告之后 我们听听看文雄委员怎么解读 到底谁在说谎 我们进口广告 是的没错 朱立伦出现了 朱立伦达的这个党主席 要灭祝来出现 这样子会不会加速国民党的 206加速阵亡呢 而吴敦毅会不会也防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朱立伦呢 而王金平现在恐怕就是 那个被暗黑掉的人 那如果这样子国民党还有未来吗 我们先接下来自台北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你在线上 我是认为应该不会换 我是相信 资助杰说的清党问题 还有金普通说他的选战打法要改变 还有总统说的勇敢 结论就是悲情牌 我在骗 我不想推翻我2月15号写的两个女人的战争的论述 所以说我不希望换 好陈先生你是党姓是哪一个的 你是绿蓝菊 没有我投那个什么 那个吴碧珠 我想起来了陈先生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 好谢谢陈先生 陈先生希望住是不会换掉的 好另外是新北的黄小姐 黄小姐你好你在线上 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大家来宾大家好 你好 你请讲 因为主持人怎么会没有算计呢 他早就算计算计好了 怎么会没有算计呢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些人 你就不用讲他了啦 他那些人说一句难听一点的话 他早就想要选了嘛 那早就想就直接说出来要选啊 干嘛你捏作态呢 黄小姐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好谢谢黄小姐 黄小姐说早就看出来了 如果我们民众都看出来 朱立委员你怎么去面对民众呢 好另外是台北的叶先生 叶先生你好你在线上 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 坦白讲如果说照你们所讲的 这样的话 国民党的国民党立委选举的 立委选举也必然大败 本来已经大败了变成惨败 为什么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39岁以下的选民啊 大概国民党拿不到 拿不到5%的票啦 那你想想看 39岁以下有多少选民在 那这些你如果只拿到5%的话 那国民党还玩什么 就直接消灭啦 对不对 那如果说朱立伦聪明一点的话 就是这一次换柱下来 找一个原来民调最高的那一个出来 至于是谁我就不想讲了 那还有的就表示说他无私 第一点表示他无私 第二点打你们各大名嘴的嘴巴 打脸下去了 我打打打赶快来打 真的 对对对 看他能够就让我们打一下 可能还有得救 好 可能国民党还有得救 是 好谢谢叶先生 不过叶先生意思是国民党是没救了 好不过怎么样 文雄委员我们来看这段话 这段真的超经典 我们再配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内容 如果你真心挺王 为什么这个结果呢 我们看他这文章那些写的 他说 朱立伦昨天私下向勇人坦诚 换掉红袖柱既然会惹起这么大的反弹 超过其事先的意料之外 未来则期待大局底定之后呢 各方会自动归队 会归队吗 吴会归队吗 王会归队吗 朱会归队吗 好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 如果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么别人来选会怎么样 如果选了还要换成别人 局面恐怕就无法控制了 直率无畏的表达 就是他要定了态度 可是他之前不是说他挺王吗 他不是把红袖柱拉起来说 我们要挺红袖柱啊 这是什么样的家伙 他是不是真的爱黑掉王金平 我觉得大家也高估了朱立伦 我平安讲 他当立委的时候 我们正好一起进到立法院 当然前面我们有 有在政治上已经 已经有 有将近二十年的这个历练了 他完全 我看不出他有哪个地方历练 今天大家都说 他精算师啊都会算 他如果是精算师的话 今天在台上是他 不会轮到红袖柱 也不会国民党不会这么烂 然后他的台北先 新北市选举 也不会两次办贾博士以后 还输得 还产胜的样子 完全不是 他只有这个人生的历练 只有十六年的政治历练 十六年之前 一帆风顺读书 交交男朋友女朋友 他高高兴兴的 回台湾在大学教书 也高高兴兴的 然后突然 有宋楚瑜跟连赞 给他背书 他选立委 他突然选上了 他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选上 对不对 当时国民党不提名他 等他当选立委以后 干了两年多 突然他又跑去选县长 清兵党不派人 他就选了 淘于县县长了 当时清兵党谁要选 你知道吗 各位 孙大千 可以吧 邱创良 可以吧 为什么没有派 宋楚瑜觉得 提拔他就提拔到底吧 没有想到 他 陶渊县没干完 他又干 这个行政院副院长 请问 陶渊县他干出什么事情来 好那我现在 不要只对一个人 好像对他有意见 不是 我只是说 这种历练的人 各位 他如果真的那么了不起 不会落成今天这样子 刚才嘉庆还提到 哇 四月份的时候 有多少 我现在想 真的是 我们被 这个将近六七个月来 我们被国民党抄了 真的 为什么抄了 要抄我们的记忆力 我们要记得 二月发生什么事情 三月发生什么事情 四月五月 每个月都有很多事情 都都国民党自己乱搞 八连党 我每天都在想 对不对 然后最经典是 我们中心就说 我们每周都还查经 根据几个报纸 杂事出来 我们要查经 根据那个媒体 放的画 写的文章 我们要跟他查经 周三查经班 周三查经班 什么原因 是谁在放话 我们真的以为 这些生产事业 不是的 这些媒体都有来自 国民党高层的消息 然后到底 怎么会弄成这样子呢 是这个党主席很厉害 不是的 我只能跟你各位讲 我其中的细节 我无法再赘述 我的头脑不好 我也不想记那么多 我只跟各位报告 国民党的分裂 已然成型 什么叫分裂 请记得过去的新党和亲民党 现在的分裂是深藍分裂 第二个是刚才那位先生说的 39岁以下的人说 国民党是这样的货色 提名了一个 已经跑了两多月了 现在突然还把它换掉 我跟你讲 318发生什么事情 去年 太阳化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发生香蕉的事情 不是香蕉 像是秋毅说的 是什么事情 是程序正义出问题 如果你当时有跟人民对话 跟在业党对话 甚至于说 马英九把这个318的这个服帽 跟党内同事对话的话 今天被这些事情 程序不正义 一样情况 国民党用制度选出的一个候选人 我们也不一定 赞成他很多的论点 但是你用这种方式把它换掉 分裂已然成型 第二个 竞技场还在那边 一直到刚才嘉庆说的 到礼拜六的中午之前 那个竞技场里面有王 有吴 甚至于马云里面 各位 今天国民党会这么惨 是红袖柱吗 是马英九啊 马英九这个因素没有去除 先来也不好啦 不要那么臭屁 说那我们现在跟宋楚瑜 我们合作以后就可以胜选 对不起 我们不愿意吃个接来食 第二个 亲民党认为国民党死定了 我们也不会跟你合作 文秀问员 我还有一个最劲爆的消息 实际上 这是当然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讯息 这讯息是这样子的 他说呢 其实国民党内部有个讯息 一个民调显示 宋楚瑜加朱立仁的票 会赢过蔡英文 使得朱立仁觉得 他一定要跟亲民党要合 所以对于李鸿军他忽视 但是只要往蔡英文方向 全部要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的开除党籍 所以他的目的是这样 他算计说 只要能够把宋楚瑜票拿过来的话 就应该可以赢小英 你觉得这个内幕消息存在吗 国民党在做假民调是第一名的 这个东西我不必在罪述了 其实我们自己也做过民调 如果没有国民党的话 宋楚瑜赢过蔡英文 这样可以吧 可以 非常好 解释这胡说八道 你还把它当作内幕消息 人家骗你呢 不过你这样讲讲 我们也知道国民党是一个烂党 我最后一句话就说 就是说 如果马英九这个手和他的烂政绩 不能够把这因素排掉 先来了不好 第二个 到现在为止 朱立仁有说他要当总统候选人吗 没有 那当然期待黄袍加深 对不起啊 那个经济场上面 每个人都在抢黄袍啊 哪里轮得到你朱立仁 所以我认为还要好几天时间 请各位看官慢慢看来 好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慢慢看 这份金周刊的假面台湾讲的 当然不是讲朱立仁 讲的是台湾很多的假象 可是这份金周刊一直放在杰明的桌前 因为我每天看假面台湾 假面的是不是国民党假面 是不是朱立仁假面 现在搞的半天 原来这出戏不是金埔中 怪的我们钟晋大哥说 这三连党的戏真的不想演了 因为之前这个八连党戏 对不起 就礼拜三的八连党戏 都说是金埔中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金埔中 好像是朱远 我要问一下施方 你怎么来看这出戏 现在是谁不断的放出消息 吴敦应的民调很差 我现在很好奇了 到底谁放了 现在是谁放出的消息 说王金明其实因为家里的关系 他怕这个马英九 所以他决定不要选 可是王金明从来没有说过 他怕马英九 现在原本朱立元说 他不选党主席 现在消息也出来 他可能将来选总统 继续当党主席 要党无敦意 你怎么看这出戏 杰明你如果数学很好 你就知道 如果三个人在竞技场里面 会有九种不同的变数 所以大家都会互相诋毁对方 然后来抬高自己的身份 我觉得现在竞技场的规则 看来就这个样子 譬如说有关废诸的部分 在九月二十二二十三 那个时候在高雄的左南区 就是黄昭帅换掉张显耀的时候 就已经有提出来说 未来国庆要合了 因为张显耀既可以代表清平党 也可以代表国民党 所以好像很多眷住的老伯伯 就一直就非常的兴奋等等 再过一个礼拜以后 突然又换出来 红秀柱不选了 就是可能要被国民党逼退 这个消息出来 那我也尊重那个柱柱姐 我觉得柱姐非常有风度 她讲说要尊重党中央 可是这个党中央是有负于你 像我最近这几天看到我们高速公路 在台南高雄嘉义的高速公路 T-bar上面还有支持 红秀柱的这个T-bar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就这两天 两天前而已 T-bar一个月租金不少钱吧 我不知道 我看到两面 十几万 那个自发的放很久了 十几万 另一个月十几万 有国旗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人型的 所以至少有两面 那我也走访了一些眷村 因为眷村是在高雄的眷村 最大当然是左营 然后还有黄国雄党部 因为他们是隶属于黄复兴党部的 10月10号 大家在一起唱国歌 然后要支持红秀柱等等 开始就有一些下面的人窃窃私语 我就去问一下很多的代表人说 你们对于柱柱姐 要被换掉这件事情的想法 他们都有很多 第一个义愤填膺的很多 而且都是四十多岁的年轻人 那对于一些老辈辈的话呢 他们就骂骂骂会骂很多人 从马英九开始骂 朱立伦开始骂等等 骂到后来他们会讲三个字 含血含恨含泪都会投票 不管谁来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事实上我所了解 这个眷村里面就好像一个沸腾的锅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有支持朱立伦的 有支持这个吴敦义的 有支持马英九的也有 当然就是支持马英九 他支持谁我们就支持谁 也有支持红秀柱的 所以事实上在很多所谓的深蓝地区 这些人对于国民党 现在到底要演什么戏 其实都是看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社会大众 尤其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们真的要看 国民党要把台湾社会带到哪里去 你从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的制度里面 如果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些 已经有民主制度培养出来年轻人 说得非常清楚 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再多的内部的宫廷斗争黄袍加深 其实都没有办法获得选票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未来的两天要做什么发展 我觉得朱祝姐她确实受到很大的委屈 可是就像大家所说的 这两天已经突然变成 到底是朱还是王还是吴 要代表国民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不是真的是朱立伦 所以你们在 我们说我们南部的乡西在看这件事情 现在也是一团迷雾 没啥啥 都搞不清楚状况 到底谁要代表国民党出来 那我再请问一下 你也跑了左营的这个眷区 那眷区这些伯伯们 看到住这样被粗骨的换下来 他们心中是很多愤怒的事吗 有些老奶奶真的是非常的伤心 在参加这个十月十号 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 升国旗典礼的时候 还在痛哭 为了洪秀柱痛哭 他都觉得说怎么会搞成这样 那其实我刚刚也看到一个讯息很奇特 我们非常有名的星云大师 他就讲到说 这个国民党的脑袋到底在哪里 换柱可能会亡打 那这样的言论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说 国民党如果为了 一小少数人 他们这种私利的互相斗争 只是为了黄袍加深 忘了广大的基层民众 跟广大的党员到底在想什么话 可能会导致选情真的很不好 尤其我所了解的 所谓的换了朱立伦上来 可能会让国会席次会回征回来 我看在中南部一点都没有动 一点都没有动 还是止水 稍后我要 星云大师是 他自己说他是数十年的国民党党员 他今天投书 他今天投书 他认为应该要红朱沛 就红既然是正的 你没有道理把他拉下来 如果朱你要的话 很抱歉你去搭付 好 等会我要请教中兴大哥 来怎么看这件事情 因为中兴大哥最近评论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朱立伦 评论的真是深刻 深谷明星 深入明星 深刻刻苦明星 对不对 但是呢 回来一件事情 我在提问中兴大哥说 我们先讲一件事情 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民党现在有多惨 国民党现在只剩六个县市 这是林卓水的文章 在这个就是他 在一个网络上面发布的 他说这六县市 只剩下580万人 如果扣掉新北市的397万人 未来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人口 只剩下不到200万 200万在台湾的人口 只到10% 这已经够悲惨了 如果今天你要复兴这个党 你会用这种作为吗 只剩下200万的人口的 国民党你会用这种 不诚信的手法吗 好我们讲一下 他怎么对待王金平 他说呢 现在以TVBS的民调来说 这是林卓水的文章 不止民众满意度呢 现在王金平高于朱立伦 甚至跟蔡英文的落差呢 事实上王金平也比朱立伦小 而弱点部分的话 现在朱立伦都我们讨论他弱点 弱点也小于这个 朱立伦的王金平 是怎么被暗黑掉的 我们今天从4月份的民调 这个王金平是已经 这个输蔡英文指数2.5% 最后搞了一个红袖珠之后 他输了10% 但问题来了 为什么 这个如果朱真的挺王金 吴敦义的话 为什么要持续公布 吴的民调差呢 用于何在 朱选上党主席的时候 为什么不辞职跟马英九切割呢 而这时候红袖珠说的一句话 朱立伦你要改的是党的文化 而不是把红袖珠给换掉 这些事情都我们请教一下 这个中心大哥怎么来解释 这个神秘的朱立伦 我们进口广告 金周刊真是这个封面太好了 假面台湾 唯有诚实面对自己 事实上这个假面是来自日语 三岛游几位的小说 假面者的告白 一个人讲了半天他戴着假面 是面具 那个人叫朱立伦 因为他戴假面你不知道他想什么 我看到今天新新闻都说 连中国都被朱立伦这个做法都吓到了 不要说内部 连中方都不相信朱立伦在讲的话 那才严重 事实上我来透露一些内幕 在今天是周三 本周日傍晚 有两位党代表进行联署 我就公开讲 约是萧景田 张化现的派系大佬 约是江硕平 这是领先中长会 他们连署什么呢 推举 王金平 作为 10月17号的总统候选人 但到了周二晚上 党中央告知 不要再连署了 朱立伦自己要上 所以这两个才冒险 但是今天萧景田在风传面 有表示抗议 所以等一下中长会怎么样 反逃我不知道 结果朱立伦自己封杀说 我要坐上轿 你们不要再连署了 所以你刚提到今天的 我们周三查经班的固定 王金平 乌敦一都是外卡 是外卡典故 我们打不进东中西的大联盟冠军 只有外卡 他们等机会 看能不能像红袄队 我看王金平跟乌敦一都希望 能不能像红袄队的外外卡 我看一段故事才相当感慨 登在今天刚刚出刊的网络报 叫美丽岛电子报 提到朱立伦当台湾县长的时候 被提报为做新政院副院长 于是留下县长缺 有两个人要角逐 一个是当时的国民党籍的县议长 叫做曾宗毅 已经过世了 一位就是吴志阳 其实朱立伦本来跟曾宗毅有默契 说你要接人 就朱立伦 林郑跑到国外去了 装傻 结果当然就是吴志阳中央清典的 包括吴家 所以曾宗毅经过这个 被朱立伦的出卖 意义以终 很快就过世 一戏之间人家说老了十岁 大家去读这篇文章 这个是朱立伦的个人 所以红女士要做岳飞 英雄要比气长 不要比气短 家庆 你们要不要气短 朱立伦在1月19号担任主席 很短短 我记得记得是1月19号 经过整整六个月 他公开推举红袖书 公开的照片为证 这个嘉庆建民把那张照片带来 朱立伦为什么不敢选 怕三叔 因为先要辞新北市长 第二 总统他赞会输 要辞党主席要双叔 所以他就不选了 好 从7月19号到今天10月14号 三个月不到 他自己说我要坐上去 这是哪门子的政治逻辑 我们从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到马基亚 六金黄那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怪胎了 已经把政治学都全部翻转了 曹操我再举例子 曹操再怎么厉害都要挟汉宪帝 曹操挟天子令诸侯 曹操敢做汉宪帝吗 一棒打死 这叫正统 这叫正当性 结果今天主席人 如果说你推举别人上 人家会接受 你自己上 那等于曹操扮演汉宪帝 怎么可能呢 曹操再怎么样 让自己儿子 当取代汉宪帝 自己都不敢 这叫正统 这叫做人做事道理 好 我今天替洪说出讲话 虽然我也过去批判 46%的民调是迷幻药 我公开说了 但是再怎么样他也是 经过7月19号党代表大会 原平一个黑箱作业 中常会 坦白讲那宫廷政变 把他打下来了 然后在黑箱作业 主席人自己上 那就讲不过去了 黑箱作业把洪秀书干掉 黑箱作业再把主席人 自己上起来 自己干 做人做事道理 我绝对反对 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家 他面对那时候的政治心 他都不得不讲一句话 有时候要不择手段 但是是要得到最高道德 因为你宗教家 不可能百分之百存经 一定要处理政治 他说有时候都要不求手段 以求取最高道德 那请教 如果这个最高道德 是朱立仁自己选总统 这是南蛮子的最高道德 这几例 好 我希望大家 好 我希望朱立仁读这本书 庄子 庄子这句话送给你 因为我刚好今天早上 有空在家里 翻译一下 庄子这句话讲最好 墨落以名 我换做白话文 有时候 倒不如像太阳月亮一样 光明正大还好 不要搞黑箱的 不要阴抑的 忧郁的 暗暴的 奥暴的 庄子这句话讲很好 今天朱立仁最重要的就是 墨落以名 你搞了半天 你光明磊落 像太阳 像月亮一样 光明磊落 大家都没话讲 就你是搞暗事交易 服事得事的交易 还自己做 那才讲不过去 千生万生 不得听几位 红楼梦说 机关算尽 我看你朱立仁撑到什么时候 我回答你的问题好不好 朱立仁先生 诚信 扳盘 崩盘 我请教 全国的观众 你还相信朱立仁所说任何一句话吗 我跟我来讲 我绝对不相信了 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变了 你会相信朱立仁所说的话吗 我是绝对不相信的 如果对自己的同事都那么残忍 对红楼梦那么残忍 我是看不下去的 也许红楼梦不是好的候选人 我过去也做认输了 但是不能用这种 黑箱作业 也不择手段来处理问题 这不对 至少诚意正义 红楼梦站得住脚 我说我对红楼梦评价是一回事 但是这种违反程序制作人处事的诚信人 是绝对不对 这种人变成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比红楼梦还烂 比红楼梦还烂 我会扁两个人说 只有陈信 至少 红楼梦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说谎 他没有违反陈信 如果两个对比的话 所以我说 假面台湾 我就请教130万手头族 130万 你们投给假面的朱立仑吗 好 看看报纸 严大总长 查 我们相信你要查 查清楚 有没有这回事 是不是红楼梦故意讲武艺 我不知道 但我认为是 恐非空穴来风 查 按照我们的选办法 哪怕遇备犯 都要判处一人徒刑 有这回事 连 包括朱立仁当选总统都没 剔除资格 第二 我看到这段话 我才要笑出来了 朱立仁像红秀书道言说 他是勇敢真诚 从7月19号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谎话 不是来自朱立仁 又来自李四川 你们敢否认吗 站出来否认 从7月19号到今天 所有党中央换给媒体的 不同的管道 有不同管道 我是管道之一 我承认 哪个不是来自朱立仁 跟你之一的受益 突然 你之前换话 然后说今天他要勇敢真诚 好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会红拱朱 朱是换话 让会红下来的 好 朱立仁个性彻底无疑 从1月19号到今天10月14号 到底要选不选总统 今天突然跑出一个 看看 又来了 要不要死新北市场又来了 以前是选不选 现在要不要死 都是你啊 你是哈姆雷特是不是 每天选不选 每天选不选 迟不迟 把我们搞了半年了 1月19号到今天已经八九个月了 好 诚信破产 如果还有人支持朱立仁 那我没意见 那是你的事 但是我旁观者 我也没什么拿一个党派 光从诚信 这个人就叫做假面子的告白 我只会用个结论 这一次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叫做亚利塞维奇 他为什么得奖 他说我经过苏联的动乱 二战 我要永远停留在现场 把真话讲出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当大家都说谎话的时候 我做个文学作家 请看他照片 亚利塞维奇说 我总要讲真话吧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当局的时候 当政治人物都讲假话的时候 总有文学作家讲真话吧 你们要投 所以我们一见 但是最起码的诚信 我讲一个管理学观念 管理学之处彼得·杜拉克 研究管理学60年 晚年 一个德国记者问他说 杜拉克先生 你研究领导管理 你能不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他英文说叫trust trust trust我们知道 在德语调度你是枕头的意思 有一个异语壮观 他说为什么信任那么重要 那然后问他 那记者问他 为什么信任 信任就是你晃不放心 让你的子弟去做某一个人的基要秘书 我刚才讲 如果儿子你去做朱元的基要秘书 我儿子你一定学坏 对不对 学你说法 学你假面者告白 学你谎话 然后在背后统自己同志 是啊 我可以证明 从7月19日到今天 很多的放话 我是放 很多管道给我们 我要查证 我都讲出来 不是来自朱元 而是李四川 或他受益的人 那么残酷的党主席跟秘书长 这个党被你们崩坏了 还有人对这个党 还在那边痛苦流涕 我真的不解 我希望国民党好人出头 我没有让国民党崩解 但是如果让朱元这种人 没有诚信破产当党主席 当新北市长 当总统候选人 我看不下去 做以上认输 我负责 好 我们是不是真的看不下去 刚才中心大哥讲一句话 请问观众朋友 如果我们现在所有资料 并不是来自于金府冲 竟然赫然般来自于李四川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对国民党会不会难过 我们嘉庆 会不会暗自垂泪呢 但是我要请教一下 文雄啊 文雄大哥 这是什么画面 又有人对宋楚瑜下跪了耶 这是受灾户贵喊 说救救我啊 宋楚瑜到新年开查 苏敌勒风灾重建的进度 一下车当地灾户高女士 就跪下向宋楚瑜成型 并勾喊 并靠喊说 省长救救我啊 所以今天这个自由时报 有一篇社论叫做 政治教官碰上了选举骗棍 而这选举骗棍 他们连新北市 新店 不是柯文哲哦 是新店 都做不好耶 文雄文有多请教一下 这样的情况下 国民党会团结的支持他吗 我们进门广告 其实我们在录影前那个片段时间 大家讨论比现在讲得多精彩 我要回答一下那个王时期 说的部分 其实国民党的这个这些菜鸟 像朱立伦这些人 他们总认为说 到时候就是这样子嘛 一定是这样 理所当然 大家一定归服于我嘛 朱立伦一定是这样想法 他忘掉后面的这黑手叫马银九 马银九不会让你如心所愿 也不会让很多事情理所当然是怎样 不过他的片 其实宋主席在第一天 他没想到他骂到了 他以为是骂到了整个国民党 甚至于是骂到马银九 就他没想到骂到的是一个 他曾经提息过的叫做朱立伦 可是各位不要忘掉 朱立伦的片不是今天第一次 1月17号之前 甚至于到12月底的时候 新闻我们要学学刚才嘉琪 翻过去的新闻 各位请问 胡志祥曾经说过 那朱立伦你真的不选了 那我要登记了 有这一段 就第二天发现朱立伦说他要选了 还发了一个半夜写个新闻稿 一个在脸书上面写的 他要参选 这就是朱立伦 要承担 勇于承担 他选担说要承担 现在他承担什么 所以这就是朱立伦 连那个老鸟的胡志祥 当时还马力强 马力强的受益者是谁 不是马也不是强 是利 他算少几啊 他政治历练还不到十二年 他凭什么马力强 那时候还没有 他突然变成马力强 全台湾前三名的正式明星 对不对 刚才钟信兄也提到说 我们再提出后面有幕僚有谁 我们就提这个提那个 没有 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名字 都是媒体人帮他做公共官 所以在座的人可能有人收购他的这个来自这个桃源乡的那个蔬菜 有人来自附近乡的那个水蜜桃 对不对 这就是他公关 可是他有提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吗 请问立法院还为了他修改了一个所谓的桃源航空城的条例 请问桃源航空城现在到现在为止 请问有没有任何一个航空产业到桃源来 没有啊 但是有一个产业已经发展了 就是草地皮的产业 请问 逐利人的岳父 有没有在航空城旁边也弄了一块地 请问现在 这文菜你也帮帮忙 你也快当十个月了 航空城怎么无销无息啊 我还以为民进党很厉害了 搞不好民进党也混在里面了 是不是 好好清一下 到底桃源县到底出生什么 现在桃源市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些水蜜地 桃源那个水蜜地 各位记录都有一个姓旅的 一个旅来姓业的一个地主 在那住十四代 为什么住十四代 因为那边水跟土是非常棒的 他们可以靠自给自主就可以养活一家人 所以十四代都住在那个地方 现在你把很多的水蜜地都填起来了 本来只有几百块一瓶的 现在变几万块一瓶 好好好一下讲一下嘛 现在桃源县所有的民意代表 告诉我们哪个人没有潮地瓶 你不要以为只有李朝兹 告诉我还有多少人潮地瓶 通通掉出来 桃源县你们 桃源市你们的地检署 你们在干什么 调查局你们在干什么 对好 那谈到这里 要把责任通通推给朱立伦了 我只能说朱立伦这一局 平安讲 受伤的皮比红袖柱更严重 而且是永远的伤痕 但是更可怕的是 国民党经过朱立伦这一折腾之后 国民党已经不可能再爬起来了 因为请问台南高雄屏东 我在当兵的时候 民国六十七年 哪里有提到什么党外人士 党外人士都骗人的 曾几个赫兹 一个民进党议员 两个民进党议员 一个民进党议长 市长 现在请问 屏东县只剩一个立委 还勉强敢用国民党的名义来参选 其他人在哪里 庄瑞雄 怪了 庄瑞雄才一年多回到屏东 居然没有人敢用国民党来选 是庄立伦很厉害吗 不是 是因为国民党很烂 好 这个高雄市 为什么刘四方 敢在走难选 因为国民党很烂 提不出很好的人出来 为什么台南市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真正的 这个立法委员候选人 是掉这个掉那个 大家都选得心心胆跳 什么原因 因为国民党太烂 我只能说 天下不是被别人抢走了 是自己一点一滴丢掉 我要请问 理所当然是过去的国民党的 的传统的这种想法 今天还是这样吗 我们刚才有提到朱立伦 不是朱立伦 郝龙斌 每次都制度一下 对 郝龙斌要制度一下 郝龙斌从第一天要参选 请问 他有用蓝色的吗 激烈吗 他有说他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吗 他的看板上有 有红袖柱吗 哦原来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原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红袖柱是要被换掉的 所以他才不要拥抱红袖柱嘛 对不对 然后这位老兄是在想什么 想不分区吗 还是想看看朱立伦配 还是想和吴敦义配 我也不晓得 所有国民党的人 一点一滴把这边丢掉 我跟你讲 基隆市的市长已经丢给民进党了 现在立委 绝对会丢给亲民党 因为我在那边选 好文雄加油 我们现在就知道说 为什么柱姐 他说他必须要守好这个制度 制度的重要 因为国民党选举困顿 遇到了这个政治海啸 是去年底就已经改变不了的事实 那很多人手脚一慌 头也被敲晕了 他就在想 那他要去follow一个主流民意 可是如果他要follow的东西是 蔡主席的政见 跟蔡主席打模糊选战的这个策 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们做这个选举 我们做选举文宣 或是我们要了解一个 怎么操作产品好了 对 最起码你要知道 你市场区隔在哪里 没错 你要知道你的买方要买什么 他们要的产品如果是蔡英文 那就是直接买蔡英文就好了 他们如果要的是这个 国民党推出的产品 你就必须要去知道怎么样符合你的调性 没错 你怎么样站得住立场 站得住立场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话要 你不要说话讲的大不大声 你话要讲的出口 总要经济检验 你一定要先站稳一个立场 再往这个立场向周围去扩散 而你中间的行销的通路 资金的充沛 还有你的人脉的建立 就因为立场建立之后 才能扩张你的势力反不盲 的确如此 而且你要做扎根的动作 你必须要能说服人 你要有追随者 那今天我们不能说 你是卖兵士卖习惯的人 你就说Toyota不是什么多好 对不起 那到底哪一个市占率大 大家来算一下 那你说Prada很高贵 那UNIQLO的市占率 也不会比他低 我们今天在做任何政治行销 或是我们要去了解 怎么样说服人 你要 他比商业操作更精密的是 你要算到人家心坎里 今天如果你名不正言不顺 你怎么去师出有名 做任何事情 刚才很多来宾 跟很多前辈都提到的事情是说 国民党他在面对 别人的挑战的时候 他如果畏缩 或是他要推借口 他要找借口 找人推的话 这些都不是难事 这叫何患无辞 但是今天国民党里面 他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要忘了上个礼拜 中常会的结论叫团结胜选 这四个字 是很有学问的四个字 团结胜选 你总要有基础吧 你不是负空 浮在空中的事情吗 浮在空中没有办法团结胜选 团结胜选 你是要建立在民主制度上 还是建立在规划人选上 民主制度上 规划人选这四个字 是国民党总结过去 匠纲文化里面 黑到发亮的四个字 叫规划人选 刚刚中信兄 中信大哥 我们很尊敬他的很多言论 跟分析的切入点 包括说朱主席曾经参与过的选举 他的状况 如果今天我们在国民党这个招牌下面 大家要打赢这场仗 他已经是难打得不得了了 但是我们从来不怕说 面对竞争对手的挑战 或是质疑或是批评 或是指教 这些都是你自己算的 你自己要出来做的 怕死应该 但是你在自己关起门来 你说你要下山打 我们十八同仁正先打不死 你才准走 这种状况我觉得没有人要看 等一下 你是说他要出去战争的时候 先十八同仁正先打的你 这个已经几乎快吐血了 才让你去选总统吗 这是怎么回事 宏秀珠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宏秀珠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稍后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你知道在过去历史里面 而过去这段日子 你不要忘记 曾经在五月六月时候 曾经朱玉仁为了他自己 开闸五个国民党的中间党员 其中一个包括石秋 现在答案就清楚了 季琦嘛 建立他党内的这个权威嘛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好那如果他季什么党内的权威 那旁边应该要帮忙 稍后会请教石秋委员 针对这事情他一定感触很深 可是忠秀大哥 我们来看几件事情 这是选举是靠实力的 这是一篇文章 这是在10月12号自由时报的 选总统律诸寻求台中宗教的一个支持 但是很可笑 台中县就是有一个宗教界的人士 说台中上周的朱立伦 已经打电话给他寻求支持 看清楚宗教人士 那时候洪秀柱还是中国国民党唯一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在上一周的时候 朱立伦就打电话寻求支持 那么因为这位宗教人士可能会支持蔡英文 因此他就立刻传话给律委说 民进党要加快脚步 因为朱立伦要寻求支持了 所以说如果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没有 朱立伦要连线吗 对不起 好我们直接看现场 绝对不是为了真权力 求好处的时候 各位同志 这段时间 我深刻感受到大家的焦虑 无奈 茫然 甚至很多党员的愤怒 我作为党主席 我不能看见我们的党 走入历史 我们不能见到 我们所有同志的败选 而不努力奔起 大家都是一个心情 我们爱我们的党 爱我们的台湾 爱我们的中华民国 我们的对手绝对不在党内 我们必须要重整队伍 争取民众对我们的支持 各位同志 我们星期六的林选会 目标 就是要凝聚共识 目标 就是要团结慎选 我们会衷心感谢 洪副院长 过去这一段期间 他的勇敢承担 他的付出 他的努力 我和洪副院长 和大家一样 和所有的支持者一样 爱我们的党 爱台湾 爱中华民国 我们也一样 会共同的号召 所有国民党的党员 所有我们的支持者 大家能够重新凝聚共识 星期六 是我们凝聚共识的时候 是我们重新团结的时候 10月17号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团结的国民党 我们要共同负责任的 提出国民党的中心主张 我们的共同理念 两岸政策 让所有的民众 团结在我们的共同主张 两岸政策之下 让我们大家努力 争取成为人民的选择 让我们团结一致 让台湾有另外一个选择 今天是努力的时刻 在林全会之前 我要再度的 向所有的党员同志 向宏副院长 表达最高的歉意 谢谢大家 好我们刚刚看到画面 事情是朱立元的脸上 非常凝重 而且甚至他咒文都出来了 刚才讲的话 你听得下去吗 他说一个重点说 10月17号就是 朱文国民党团结的开始 听在石秋的耳里 我不知道是怎么解读 杰明你知道我看到谁了 你知道吗 我终于看到了另外一个 毁灭国民党的另外一个人 我想到了马英九 你看到他你就知道 未来在所有的选战里面 包括文雄的对手 郝龙斌 票投郝龙斌就是支持朱立伦 朱立伦已经成为另外一个马英九 他会成为一个摧毁 国民党这场选举的 一个最大的筷子手 石秋的你确定吗 确定 国民党还可以承受一次另外的摧残吗 所以 家庆你会不会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不是 这是我们在讲一个制度的重要性 就是在说 今天如果说以团结胜选为前提的话 大家要想的是solution 而不是去找个excuse 而不是找借口的事情 那你要解决方案在哪里 今天制度抬出来 别人才推不倒你 洪秀柱已经挡在国民党这块百年老殿前面 他作为大家说他初选的时候引用秋井的话 叫做违局如私敢袭身 我帮你挡 如果说当初接受了洪朱沛而不把他当成是一个你受不了的嘲笑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solution 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以他的大智慧讲了这句话 就是说他不愿意去看到国民党走向亲癖 洪朱沛对星云大师来讲是第二选项 第一选项是洪差沛 也就是洪秀柱自己去决定自己的这个副手人选 然后去拼自己的一场输赢 走到这边第二步才叫洪朱沛 因为朱主席作为党主席 他有很强大的组织跟资源可以运用的空间 而本党同志 本党的组织也都是福音在这个国民党的制度跟党章党纲之下 一个口令绝对贯彻下去 尤其现在要选举了 你包括文宣 包括说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刘副寺长也有提到 南部有人自己民众自己花钱去给筑节 弄的T-bar 我估计那一个月要50万 T-bar不会这么贵 尤其乡下地方不会这么贵 但是anyway那是人家民众自发的 那你今天国民党如果你搭配上你的竞选支援 整个下去走的话 我相信绝对不止如此 而且你可以唤起民心 之前换散的观望的嘲笑的谩骂的 现在可以一致对外 这是一个好的solution 真的大家 石球委员这才是好的solution 为什么朱立伦不选这个好的solution 他要一意孤行呢 我觉得我们常常看一个政治人物 常常讲三个面向 你做过些什么 你坚持过什么 你留下了什么 朱立伦做过些什么 桃源县长里没有任何印象 除了桃源航空城这个可能的弊案 四年台北新北市长做过些什么 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除了顶兴那个新院土地的变更案 半年多的行政院副院长做过些什么 脑袋一片空白 可是终于他党主席留下了 让我们知道他做过些什么 他留下了什么 他坚持过什么 他做过的事竟然是 亲手宰杀自己提名的同志 先砍掉五个人再宰杀洪秀柱 做过些什么 他亲手摧毁了这个制度 洪秀柱讲了一句话 他很多立场可能我们看法不同 但是他强到了一个民主政治 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 就是制度的重要性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 也是independent declaration的 独立宪言的起草人 Tom Johnson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制度是美国民主政治 最美国民主政治最基本的精神 所以你不管多伟大 美国的惯例总统 你只能选两次 我不管你多伟大 你都要经过选票的检验 没有所谓天中英明的 没有所非要我来承担不可 民主政治就建立在 每一个凡夫主子身上 民主政治没有天子 什么天的儿子 没有所谓天中英明的领袖 没有那是法西斯 那是所谓的共产极权才会有所谓 可以做一百年的领导者 可以连传一代两代三代 民主政治就是建立在凡夫俗子 每个人都会犯错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就要靠这个制度 今天最可惜的是 国民党可以输掉一场选举 国民党可以输掉总统的这场选举 可以输掉立委的选举 但是当你国民党把这个制度摧毁的时候 你摧毁的是国民党的未来 因为谁也不知道有一天 我被国民党提名的时候 只要我不符合主席的心意 我的提名可能在这个制度之下 因为你的喜好而化为乌有 这一点我觉得朱立人 国民党最大的伤害就是 他把制度摧毁之后 国民党几乎没有方向 如果一个曾经是自政党 未来不是执政党的政党 他没有遵循制度去进行 他摧毁的是什么 摧毁是一个党 怪不得过去这八年 台湾经济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可是中英大哥我们来看这内容 现在宗教界如果不支持朱立 那么事实上林卓水写了一个 写的内容 他说其实上上千是王朱配 好我们等我看看 怎么来中心解读 这个后朱立人说什么 10月17号就是团结开始 团结在你朱立人身上吗 团结一个在没有成心的朱立人身上吗 这样怎么通 稍后我们听一下中英大哥来解读 刚才我们这位国民党党主席说的话 你进口广告 看看这是封传媒这9月30号的社论 请大家拉近 在9月30号两个礼拜前 朱立人的问题比红袖柱还大 看到这个标题了吧 朱立人的问题比红袖柱还大 这9月30号社论 现在比两个礼拜前还更严重 刚刚初刊的商业周刊标题 你看了都想笑出来 说朱立人是聪明的输家 聪明是跟你靠着 鲁蛇 我甚至怀疑 朱立人主席已经倒数几十了 我再讲一次 朱立人的党主席 恐怕会被党内大佬 强倒众人推 你都不要怀疑这可能性 公信率破产 谁要听你党主席 朱立人可能他最后一次 在中常会讲话了 你看他眉头伸索 整晚没有睡觉 为什么 做亏心事 亏心事就没 你看他再看他脸 你们重播一下 脸上都没睡觉 为什么 把灵魂出卖给魔鬼 换取权利而已 服事的交易 再说一千次一万次道歉也没用 我做个比喻 他伤害红袖柱就像那个枕头一打开 那个羽毛挥了满地都是 那捡回来吧 捡回来再道歉 捡不回来了 所有人是怎么伤害红袖柱 我们旁观者 看在眼里 我们都不是党内人士 我们都看不下去 我无所同情女性 我都看不下去 如此伤害自己人 假面者告白 看看 这是金周刊的封面 太好了 看看 总统候选人带头说访 至少洪秀书蔡英文还没有带头说访 国民党还准总统候选人带头说访 这不算是朱立伦的写照吗 我看到 这个洪女士昨天晚上领事室她越飞了 今天晚上说她谁是勤快 所以勤快还需要解答吗 你看马上网民打电话给我 我知道一定都是朱立伦 我听到声音了 台湾人到现在怎么骂勤快 油炸柜 油炸柜 我到缅甸去 缅甸人他也说 他们也跟我说 我也吃油炸柜 缅甸人也叫油炸柜 连缅甸人都知道勤快那么坏 你看 带头说谎 好 如果洪秀柱在今天周三到周六她退选 事情都大条 特论组马上约谈 第一件就约谈洪秀柱 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不是 我知道 如果今天你现在整到这种地步 洪秀柱都不能退选了 进退不得 进不得退不得 为什么 如果洪秀柱今天到礼拜六之间退选 特论组第一件就约谈洪秀柱 有没有企业会训 有没有条件说 一定来的 所以洪秀柱现在都不能退 被害了 而且搞不好洪秀柱被约谈 还咬出更多人说 是朱立伦跟李世上跟我谈条件 那句话事 朱立大哥对不起 我借一句话讲 请说 我们朱姐他是国民党现在的 这个总统提名人 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人 我们行得正坐德端 而我们是依法 依民主制度产生的候选人 我们的对手绝对不在党内 我们也没有退选的问题 谢谢 好 问的是你们对手都是党内 林全会再说 我从党中央得到消息 朱先生说这次不募款 为什么 自己党产就够了 反正明年2月1号 他要被收缴 因为2月1号不当党产 组织条例已经通过 台面上有250亿 这民进党在了 平台比较这样 银弹攻势 他搞不好认为 党产 反正早上被摸说 玩下去 子弹够了 我公开呼吁 我最近拜会一些小党 国民党内外小党 已经有人酝酿 在野大联盟 我请这个里面的宋主席 出来带头 在野大联盟的第一件事就成立 党场归零大联盟 党场归零 先查林德瑞 你会移到海外 先查林德瑞 有没有弊端 一定有问题 昨天 我早上看三立电视 我才看吓一跳 陈雅玲在访问郑文燦市长 我想他谈什么 一谈谈中立污水厂弊案 太极双星跟中立污水厂 都原班人马 太极双星 等一下让石球奖700亿 中立污水厂花480亿 主持人经熟了 郑文燦市长 假熟了 陈雅航空城 国账 还需要再讲吗 我听说 资料 民进党党中央一份 特恩组也有一份 严格检验 到底朱一伦跟高一伦 有没有涉及在弊案 我们假设没有 我每次听到 国民党 这边今天没有听国民党的名嘴 我们还有党魂 我都想吐出来 你们还有党魂 还是什么党魂 不要跟 你还搞得争笑 你说党魂 只有党魂 我每次听到朱一伦说团结 我就想说 不要再讲好不好 你的团结都一团心结 没有错吧 民无信不利 朱一伦那个利 现在 你们自己的人说是毁谍 绿色毁谍中 已经有人叫他朱绿轮 绿色绿 朱绿轮了 利 民无信不利 你怎么站得住脚 再把仓劫的造字解释一下吧 党 三把刀嘛 乡英雄 你们宏林寺中了三把刀了 都是从背后射过来的 党三把刀 黑 朱一伦是我史上所见的 李仲虎说后黑是他最黑的 没有比他黑的 我刚才讲 我们看那么多政治人物 好啦 二十年来吧 大选 哪个政治人物像朱绿那么黑 他觉得是第一名 我敢背书 今天第一名 石修一直点头 好 为什么黑呢 他就曹操啊 跟红秀说 借个头 头借一下 他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 换取权力 那我今天还敢大人单一站在中常会 如果你们国民党不把这种党主席把他赶下去啊 国民党绝对没有希望跟未来 这是我的结论 石修 刚刚朱一伦在国民党中常会讲的那番话 你看他的表情 就是说他其实有一种痛苦的脸 就感觉上他好像觉得自己蛮委屈 我这样做其实是不得已 可是委屈的怎么会是他 朱一伦怎么会是委屈的人 委屈的人不是应该是红秀柱吗 我想他虽然是台大会计系的 但是他在政治上面的计算 其实真的太嫩了 就朱一伦他大概觉得 他如果今天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可以用一个承担者的形象 出现在台湾社会面前 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你的手段 其实是极其不符合程序正义 不符合党内民主的程序 所以你原本希望是承担者 但是其实你是一个奸贤者 就是你的假面其实现在已经被大家所公认了 因为没有想到你是会用一个这么暗黑的方式 去把你的党内的候选人给扯掉 那所以如果今天国民党是红秀柱来参选总统的话 我觉得社会上面普遍对于国民党推出这样的候选人的评价顶多啦 就是说程度好像可以再提升 然后这个路线上面可以再更大众化一点 顶多只是这样 但是如果今天是朱立伦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话 人家的评价是什么 人家评价是你国民党已经没有格调 就是你已经没有了本质上受人尊敬的那个最重要的因素了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有可能会赢得更多票吗 更何况刚刚主持人给我们看 他其实已经跑到中部去找宗教界的领袖寻求支持了 没错 就是他的行动都已经在进行当中 为了要铺他的总统 这张 就是郑明坤董事长嘛 这张 对 就这张 就郑明坤董事长 也不要在知识演演 把人名都讲出来了 重点是说他的行动都已经在做了 但是他回到台北的表面上 他是拉着红秀柱的手说 全党团结的姿势 他前一分钟打电话说 你要支持我 后一分钟是跟一起在台上说 打倒王岐平支持红秀柱 就是你的左手跟右手 怎么可以同时间做这么南辕北策的事 更快 风传媒昨天不是讲说 这个马英九下指导期 大家都位置都排好了 我说这个东西是有消息来源 现在看起来这个消息来源 应该是来自于朱正寅 为什么 因为今天风传媒又补了一篇 这个马英九看到了这一篇 说他下指导期 非常不高兴 很生气 于是他13号昨天的时候 紧急派人去找王金平跟吴敦义 去跟他们解释说 我没有下指导期 那因此王金平跟吴敦义阵营 他们得到讯息是什么 他们的认为是说 好 那所以是你朱立伦假传圣旨了哦 你把我们安排在这些其他的位置 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朱立伦可以坐上总统提名人这样子的位置 那你你这样的做法其实惹恼了谁 惹恼了马英九因为马英九很很不爽嘛 然后惹恼了王金平又惹恼了吴敦义 然后你之前又惹恼了洪秀柱 然后你今天在国民党中常会说 我们这个全代会之后就要团结 你觉得你这样的做法可以促进团结 你觉得王系红系吴系马系的人 可以心中毫无芥蒂的帮你朱立伦去服选吗 我觉得你虽然是台大会计系的 可能你数学很好 但是你显然对于政治的精算是不足的 而且我觉得洪秀柱这几天 看起来我认为他的策略是正确的 所以他现在每天在脸书上面讲 他特别提到什么花木兰啊秋景啊什么 岳飞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打动深蓝支持者的心 是有感情的成分在 那所以10月17号林全会 朱立伦在惹恼了大家 洪秀柱又感动了他的支持者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顺顺利利的坐上 未免者宝座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恐怕情势 要打个问号了 我补一句 洪秀柱今天说党内评估 17日林全会上要想顺利通过 征召朱一伦参选总统案 肯怕难度极高 有变数 吴王通通缓谈 我认为他根本几乎都要辞掉党主席了 好等会我们会问一下 这个嘉庆刚刚露了一句话说 咱们这个林全会再谈 稍后我问一下嘉庆怎么突然说这句话 可是重点来是因为时间关系 那个四方我要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蔡英文说 算了人民事实要换党 我们进口广告 好关键的文章 风传媒这些文章 当然我们还是保持着这个风传媒提供了一些讯息 当然讯息背后是真是假 我想这个还会有时间来这个就是验证 可是内容非常惊悚 就是刚才我们实习讲的 朱立伦假传圣旨问号 马在13号的时候 派人急询王金明跟吴敦解释说 他并没有对于换柱这个事情 他并没有下指导期 而是不是朱立伦正在透过马英九的这个口 说了很多事情 那么过去这个有关跟马英九相关的讯息 来自朱立伦的嘴巴会是真的吗 所以蔡英文说一句话说 算了啦 也不管你换哪个人 把这个党换掉才是正确的 我觉得蔡主席他可以知道 现在大多数的民意都知道说 现在国民党的内斗 已经引起全台湾社会 几乎都不想再去看说 内斗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是他们党内的事 所以蔡主席就是走我自己的路 我想宋楚瑜主席也是走她自己的路 继续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 因为党内的事情跟所谓的国内的这个选举 其实是差很多 原先我们所听到的讯息就是换柱 是因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选得不好 民调不好 所以也会连带影响到国会的席次 现在换柱上来就比较好吗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当然马总统会觉得说 我已经不是党主席 然后我都让这个党内的人自己去处理 可是他每次要下一点指导期的 也许他讲一段话 下面的人会给他模拟四五段不同的东西出来 所以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意见 所以大家都说要多沟通 为什么就是没有沟通 要说凝聚共事就是因为没有共事 要团结就是因为不团结 所以我会觉得说 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大概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讯息 我所了解就是 年轻朋友想要选会做事的人 做什么事 会不会跟未来台湾的发展 是可以扣合在一起的 所以蔡主席才会语重心长讲这句话 然后我也觉得很奇特 为什么这个朱立伦主席 他还没有当上国民党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的时候 已经传出来要找这个黄敏惠 来当这个副总统 而且是女性 放风声黄敏惠选可加大 朱立伦选总统正当性吗 我一般来讲会觉得说 一男一北一男一女 然后可能可以 比如说一个外省级 然后一个本省级 这样子在选举的正当道路是对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提 我在眷村甚至问过说 你们了不得了朱立伦是谁 有时候还不太清楚 还不太认识朱立伦 那更谎论说黄敏惠到底是谁 不清楚 所以到底能不能互补 我怀疑 我抱持非常大的怀疑 这还是黄沪新党部里面的老伯伯 他们认识马英九 他们可能知道王金平 因为王金平当立法院长很久 他们知道宋楚瑜先生 他们不一定知道朱立伦 因为他的历练真的比较少 而且朱立伦当主席之后 几乎没有到南部去走过 只有在他选主席的时候 这样选风似的扫过一遍 其他都没有了 拉个李全教的说 我是你那里 是 只有这样而已 其他就没有了 所以你说要大家知道说 他现在有主席的位置 有新北市长的位置 要改换成总统候选人 还要有一大段路要走 更何况都到林全会之前 到底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朱立伦 我觉得如果现在各方的反弹 压力很大的话 可能朱先生他真的要三思 好 我们刚才讲一句话 你说洪秀柱这个总统选情不好 那我请问一下有这个农会水利会的王金平 那请问一下这个权力会到你朱立伦吗 有地方社团有工商社团 这个营建工会很熟的吴敦义 他可以把社团力量交给你朱立伦吗 就是连南部的建村的妈咪说 朱立伦是哪里过我都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嘉庆刚刚露一句话 决战林全会 这怎么回事 嘉庆他要告诉我们 简明哥就是我们知道说 现在国民党内部的纷扰 就是说你要对上民进党 他整个是团结一致 而且他们的步伐持续在往前 我们在打这样的选战 已经是非常辛苦了 所以用我们注解的话讲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获起萧强之内 今天你一个团结的国民党 要来面对明年1月16号 这个选民用选票决定 执政党是不是继续由国民党延续下去 这本来就是一个无比艰辛的一个任务 当初如果好打的话 轮得到洪秀柱吗 可是如果今天你看到 其实中南部对洪秀柱的支持 是出乎原来党中央的预期 甚至我们可以看得到 很多在去年1129消失掉的选票 会跑去给洪秀柱的厂子里面战车 南部包括台南在内 党部主委跟党的候选人 市议员他们在洪秀柱 从高雄到台南的一场肇事会场上 他们在台南就非常讶异 他们说 很久没看到自己骑下车车来的人 如果在南部国民党这么艰困 我们知道他们要动员人把场子塞满 通常已经是大家要出力 才做得到的事情了 如果小伙子骑下车ę柜台来 温柱滟倒掉 那就是他要把你踢 对 这是知道选举场子的人 就是包括记者 包括参与政治的候选人 都知道的这个状况 这就是你的叫还挺好的 如果今天洪秀柱在这个状况下 能获得党的支持 而党把他所有的力道 是花在挺他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你走出去讲话才有分量 你才有说服力 你也才能把现在所谓什么 气蓝头绿的这种止住 这种恶潮止住 至少在蓝军关起门来讲是止住的 要不然术导众人推 你没有立场 谁碰你一下 你再高的墙都会倒 因为你没有地基 你没有基础 凡事要站得住脚 师出有名才能服人 国民党必须要靠民主制度 才有下一场选举 我们呼吁朱主席拿出领导者的智慧 好好的悬崖勒马 团结胜选 只有力挺红袖柱才能办得到 他上个月讲的话 到现在我们依然相信